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我們在講說 台鐵要不要公私化 這件事情代表的是一個大方向 但是也不見得就是表示 它一定是一個非常 倉促 或者是說一定是一個非常粗 這個粗魯的一個決定 其實很多地方是可以 比較細膩來做處理的 出發 緩速 出發 緩速 開車 至少可以鬆擺一些 包括像人員的禁用 或者是採購的一些問題 它還是公園公司 它還是需要有一些線 還是會有一些限制 但是它的彈線 可能比完全是公務機關要來得好一點 那這樣的話也可以比較容易看出來 它真正的經營的績效 我覺得它到底做得好不好 你要訴求一個大量的公共服務的組織 它既要兼顧到許多這個不可 可以說是打折扣的服務水準 又要本身又要成長 那個本身要求的管理的能量 還有一些共同的一些價值體驗 這個體認 是非常高的要求 這裡是韓國的橫衛大學站 也是首爾排名前十大 擁結地鐵站 到底他們是如何提升列車準點率 我們帶你了解 我們青年 得到要求綫艙 以前是呀 reci到了 我设计划 每天都要去工作 去看我的朋友 我每天都要去 我認為韓國的航路是更好 因為它經常有時間 在德國時常會遲遲 我感覺是更便宜 2005年 1月1日之後 他們重整就變成 改成公司化 就是把這個定位 從政府機構變成所謂的國營事業 就像我們現在的中油 台電 華航 一樣的定位 台灣的目前的話 如果車路分離必須要有 台灣願意有一個財團來經營才有可能 它必須要先 如果你今天要徹底做到車路分離 必須要去支付一大筆的經費 它是第一個要迷你化的話 要公司化就是 我要先提出 要先把這些台鐵原來的 退休人員的年金去滿幹 你要把這些特性家全部給他們 結算掉 它才有辦法 像我現在覺得它是一個天文數字 可能車路分離它 改善了它的一些財務的結構 但是就現在來講 如果台鐵沒有去接收一些新的場站 比如說很多立體化的一些場站 新的一些場站 這些大部分的場站或者是路線 其實它都已經經營非常久了 你如果要堪提設備折救 其實也沒有太大的成本 所以是否車路分離 就是說車路分離到底 我們為了車路分離 是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這個大家可能要先講清楚 那我至少個人覺得 車路分離這件事情 可能不是那麼急迫的事情